宜兰分局侦察队昨晚迟搜索票前往江西分委路段民宅执行缉毒攻坚行动 带货由林姓为首等三人贩毒集团 共起货一级毒品海洛因14包 二级毒品安非他命44包及针筒 分装袋等物证 警寻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送办 警方调查 林姓主嫌宇新婚两个月的高姓妻子投靠64岁的张姓前妈 警方获报后悬线跟监两个月 昨申请搜索票攻坚 因为正值晚餐时间 高女与张富反应不及当场就范 警方在厕所找到林原警 原以为张富高龄70岁 后调查发现张富独龄至少25年 所以面容憔悴 看起来比较苍老 宜兰靖分局侦查队长陈品硕说 三人都坦诚犯案 查扣毒品总计150公克 试价粗估有30万 宜兰靖分局昨日供查获 一级毒品海洛因14包 二级毒品安非他命44包 合计150公克 集针筒 分装袋等物证 粗估制价约30万 记者将晚一摄影 分享 警方昨日迟搜索票 前往江西分尾路段民宅 来执行缉毒攻坚行动 记者将晚一翻射 分享